早晨起床了 李总叫醒我的 你早饭吃了没有吗 没了 那你就路上吃吗 我直接受过速度 哦 行的行的 我还说咱们在这儿 修诊上一天 明天 再看怎么办 你想想想回就回嘛 出来 三个多月了 九月份出来 九十 十一 十二 马上四个月了 昨晚打电话 我出来的这几个月 水电工资 把所有的 原材料的照一节 一个月落七八千块成功 他妈的付出和收入 收入不求回这么久 你这样吗 这样行 行行行来 握个手 你就不能注意安全 行行行 开慢点 慢点 刚给李总发个微信 又叫住了 布话机没拿 这是李总的布话机 对 差点忘了 在这没事 好 走了 那你慢点 李总走了 我就一个人今天在这儿 休息一下 休整一下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昨天晚上吃的火锅 本来肚子里就感觉热 然后这边感觉也不冷 盖了一个后被子 还有点热 半夜热醒一次 没睡好 现在回房车 洗漱整理一下 早晨先做一个 豆浆先熬着吧 熬着豆浆 再洗漱 我一个人喝就少放一点豆子 熬上个300毫升吧 刚好300毫升 好了 让慢慢打开吧 打开柴油锅炉 先烧着水 跌一下被子去 洗漱完毕 洗漱完毕 所以 豆浆也打好了 中午把房车里收拾停到 现在出去吃个午餐 智阳挡 老师 驻车在宜昌的体育馆 这个停车场里也不太适合做饭 所以就出去吃 车门锁好 昨天下午是往这边走 找着饭吃 今天往这边走走 天下午饭 depra � an appreciate 诶 这有理发的 吃完饭可以过来理个话 翻味拉面 行了 就在这吃个面吧 这是啥面呀 香蕭牛肉面吗 传播一个拉面小面都有 重庆小面 那一个做一个吧 再弄两个卤鸡蛋 这么多面条啊 这是你们当地的特色面是吧 我记得那个重庆小面不是那种圆的吗 这个怎么是扁的 这个不是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特色是拉面 我们的官司来卖拉面米饭 这个小面是大了卖鸡蛋 吃了大了卖鸡蛋 理发多少下 30 30啊 诶 挂衣服都在哪 这个在大衣服 吃完饭理完发 回来了 电动车叫好 然后就回房车里 午休一会儿 感觉这个理发师 理发手艺还可以啊 哈哈 30块钱 对得起这个手艺 中午房车里边 热呀 女人服脱掉 换上拖鞋 中午睡一会儿 中午睡觉 外边裤子给脱掉 昨天做了一个外边台阶 睡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块床 现在天都黑了 啊 6点了 天黑了 也就不出去 窗帘拉上 看看冰箱里还有啥 随便吃点 这还有馒头 热一下 辣椒酱 鸡腿 鸡腿 就吃这三样了 还有绳子 电视机打开啊 边看着电视边吃饭 馒头热了 可以了 火关掉 馒头里边夹上家里带的辣椒酱 好吃 渴了就吃橙子 吃橙子